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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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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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玩得挺好的 对呀 您看姑娘们是不是都有进步啊 是 进步还挺的 我发工资给你们 是你们在这玩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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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东家 您不高兴了 不废话吗 胆子越来越大了 在我面前 那么放肆 上宫期间 拉帮结伙 在外面玩开了 可是 是您说的 让我们每天活动活动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也有说过 让你去当少奶的吗 您说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太辛苦了 我 让我们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活动一个时辰 一天一个时辰 我损失多少你知道吗 爹 怎么了这是 拿开 哦 原来是为这个呀 爹您说的呀 摸刀不误砍柴工 胡说 从今天开始 取消这个规矩 你 给我看着她 谁再敢在场里再玩这个 辞职滚蛋 来 好 你们 你们都去干活吧 都干活都干活 快快 抓紧时间啊 余奴 我爹今天火气比较大 你别在意 没事了 过来 爹 以后对雨农态度好一点嘛 她是您未来的儿媳妇 我的儿媳妇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 外面那么多大家小姐你不娶 偏偏娶一个我们家的下人 爹您说什么呢 我跟她的事 我跟她的事您又不是不知道 再说了 娘和奶奶都同意了 我警告你啊 别用你奶奶和你娘来压我 我是你爹是不是 是 这个家是我当东家是不是 是 但是 爹您说的呀 他 又懂事 又可爱 又善良 又能帮我做事 我说过又怎么了 我说过你也不能娶她 我告诉你啊 你姐姐嫁到了茶叶聚谷林家 到了你了 我的亲家 起码跟林家不相上下 我告诉你 你的婚事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是整个贺家的事 知道吗 是 知道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九 十 奶奶 我爹最近动不动就发脾气 以前还好一些 现在又犯了 他跟以前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奶奶 那爹就是再生气 他也不能拿我和雨农的事说话呀 好 好了 奶奶知道了 你干活去吧 可是 你好 奶奶 可是他要是不同意我和雨农的事怎么办呢 哎呀 你是贺家少爷 为了儿女情长的事 至于流眼泪吗 你看看你 像个男人吗 都快十八了 动不动就耍孩子脾气 你看看 六神无主的 能让奶奶 怎么放心把贺家的家业交给你呀 把眼泪收回去 明生 你去吧 奶奶肯定会为你做主的 嗯 嗯 走 走 瑞翔 瑞翔 来 你看看 那个女的 连续好几天都这个时候来看你 看我 我去看看 等等 站住我 你等等 你等等 你 是你 你 还好吧 我 这个温达呀 都多大了 还不定性 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的 这女工贴剑子的事是小事 我听说桑园那边的工人都闹腾了 娘 您知道了 这些事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我还是从明生和阿培那儿听到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温达之前许诺国给工人们掌工钱 可是后来 她又变卦了 又是这样 随随便便就答应人家 后悔了又出尔反尔 她还辞退了两个带头抗议的工人 现在啊 桑园那边的工人都有情绪 还要闹罢工 幸好有我和裴伯出面化解 这个事儿算是过去了 识人心者识天下 经营产业何尝不是这样啊 她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我看贺家是要毁在她的手里 随生 你愿意陪我在这儿坐会儿吗 你每天 骑得这么早在这里操练 不觉得辛苦吗 娘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 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问我 我还想问你呢 你给我解释解释 明生和雨农的婚事 是我做主决定的 你干吗要干涉呀 好 正好我说的事儿 跟这个有关 我已经听说了 你让雨农跟宝琴学管账是不是 是啊 是我决定的 这以后啊 雨农就是明生的媳妇了 她理应帮着宝琴分担重任哪 这有什么不妥吗 那在你心里 我 我的地位连雨农都不如了 是不是 我没这么说 那不是明摆着吗 以前 你培养宝琴 现在你又培养雨农 你是不是要让贺家 永远是男人挂名 女人当家呀 温达 娘不是因为这个 闭嘴 我不想听你说话 我听了二十多年了 我讨厌听你说话 不想看见你 放肆 娘 我去桑园那边看看 别以为你走了就没事了 润生 当不快很危险 你不害怕 我这个人 竟然一身 了无牵挂 当不快呢 能杀马匪 还能保护别人的安全 反正 我打小就是个 媚娘的孩子 你不是媚娘的孩子 我 我是说 这天底下 哪有媚娘的孩子 没有娘哪儿来的你呀 竟说傻瓜 贺文达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才回来几天 就开始兴风作浪 你给家里添了多少事端啊 宗秦那边 工人那边 还有名声这边 你真的是搅得家里鸡犬不宁啊 我什么时候 变成了给家里添乱的人了 明明是那个人纠战雀巢 变这个变那个 许这个许那个 他才是搞垮贺家的人 好了 我觉得他做得没错 我看呢 想搞垮贺家的是你 你太让我失望了 难道 你不留恋贺家 留恋 但是 我不想别人因为我不开心 好想今天跟你说得太多了 好 我明白了 原来你生了双胞胎儿子的事 是真的 我明白了 你现在要喜欢你的另外一个儿子 我让你失望 他呢 他最好 你想让你的好儿子回来 你就直说 你胡说什么你 你会后悔的 你会后悔的 我 我 都不还是不剩下死的 你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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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可不可以 润生 其实我看得出来 你有很多很多的心事 是不是贺家的那个夫人 对你不好 不 我从小就没有娘 宝娘对我 就像亲生儿子 只不过最近我才发现 有些事 不是我心里想 它就能够成真的 不过呢 我现在过得心里很踏实 润生 如果有机会 当然 我是说如果 你如果有机会 见到你的亲娘 你想跟她说些什么 如果 我能见到我的亲娘 我很想问问她 这么多年 她是不是像我想她一样的 那么想我 不过我还想谢谢她 谢谢她 能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如果下辈子有机会 我还是想做她的儿子 我还是想做她的儿子 这样的话 我就能有机会 好好地孝敬她了 你怎么哭了 有这样的儿子 既是不能相认 也知足了 我 我 我是 我是天宁良觉得高兴 你 她如果知道 她有你这么好的儿子 她一定会觉得 很骄傲 夫人刚才哭着回房了 你说也怪 冬家和夫人前两天 不是好好的吗 是啊 有两天好的 连房门都不出啊 这两天任何劲又没有了 我昨天夜里还听着 夫人在房里哭了呢 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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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她是不是听见咱们说的话了 应该不会 要是听见了 按她这两天的脾气啊 早过来骂人哪 好 来 还是我 还是我来吧 怎么样 找人什么了 我只要 能远远地看着她 偶尔能跟她说几句话 我就心满意足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相认呢 一个男人 给一个妓女 做妾的名分 都这么难 更何况让一个男人 去认妓女做母亲 我也不希望 我的儿子 一辈子在别人面前 都抬不起头来 不会的 任生不是这种人 她心地很纯良 是个好孩子 她不会在乎她母亲的身份的 但是我在乎 楚楚 如果有机会 你会是一个好母亲的 我不是一个好母亲 我连一个清白的出身 都不能给她 我的存在 对祥儿来说 就是一种耻辱 我不许你这样说 因为没娘孩子的心情我最了解 她们对亲情的渴望 就像一个垂死的人想要活下去 一样强烈 她根本不会在意母亲是谁 她根本不会在意她母亲的身份 她只希望 她能够回来自己身边 跟自己相认 让她叫一声 娘 真的吗 如果明明知道 身边的是自己儿子 却又不肯相认 那只会给孩子 带来更深的伤痛 无法弥补 可是我现在 我真的没有怜悯 也没有勇气 去面对祥儿 楚楚 你知道吗 比起我 你好得多了 我的亲生兄弟 她杀了我两夫 现在还要杀我 我的母亲 为了她的秘密 她映着心肠 到现在都不肯认我 侯文达 杀了你的养父 在想什么 你不是不想听我说话 也不想见到我吗 我说你是不是有点怀念啊 你说什么 在我离开这段日子 是不是你们 每一个云雨之后的早晨 她都这样坐在你身边 这样深情地看着你呀 你这么诋毁你的妻子 你很开心吗 我的养父和林总是要我答应她 不能报仇 不能杀我的亲兄弟 这是她唯一的遗验 所以贺文达才能活到现在 我只是让她吃了一点苦头而已 和文达处心积虑地想杀你 竟然是为了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亲情 那种纠结 那种痛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你还不承认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三年了 我碰都没碰过你 你敢说你一点都不渴望 拿人家滋味吗 你们每一个晚上 进同一间房 睡同一张床 你还敢说你们是清白的 和文达 我不是那种下流的女人 我不管你信不信 我是清白的 好 那你说 你为什么要故意放跑她 如果不是你她能跑掉吗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啊 没想到 你是这么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我以为你对我的忠诚是永恒的 现在全毁了 我的身子干不干净 天之地之我可以发誓 发誓 你们都已经到了足不出房的地步了 还要面解 我为她取子弹 替她疗伤 还不是为了想见到你 行了 你别说了 你不要再这么无耻了好不好 别说了 你要我 怎么才能相信 你对我的忠心啊 你说 我都为了你去杀人 你还要我怎么证明 你还要我怎么证明 我现在一无所有 我失去了恩重如山的养父 我和亲兄弟 反目成仇 我和母亲 相见却不能相认 连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们 到现在 都不知去向 说起你的兄弟 我还真见过两个 你见过 没剿之后 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下山来弄些银两 来我这喝花酒的时候 遇到了厚文达 厚文达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好像说起了 他们现在待的地方 在哪里 我听他们说好像是在一个 破旧的山神庙 好像 还有十几个人 太好了 他们没死 我得回去找兄弟们 你的伤还没好呢 我就说你现在根本就不能动的 你呀 一说起你的兄弟 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这帮王八蛋 现在是我最可靠 最可以信任的人了 知道吗 就他们 还有呢 别激动啊 有话好好说啊你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我心情也不好 把钱啊 行了 我们好好聊聊 你看啊 我有件事 想让你帮帮忙 这事呢 你一定能做到 你一定要帮我 那个该死的人把我关起来 买官的事一样耽搁下了 现在呢 我回来了 这事该重新开始啊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还是为了这件事 宝洁啊 很简单 你只需要动动笔 做一做账务 便是对我最大的忠心了 你永远是我的劫法之妻 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 是不是宝洁 不 宝洁 你是变了 我怎么变了 挪用银子这件事 之前你也叫我做过 但那时候 你是命令我 现在 你都可以放下架子 来求我了 但是 你来求我的时候 你给我的柔情都这么敷衍 我不会为了你做这种 秘密良心的事 行了 别说了 你 他们对于我 就像风月楼的姑娘们 对于你 谁要你说这些了 我是说 你不觉得 我也是你可以信赖 可以依靠的人吗 你说啊 除除姑娘的救命之恩 铁军来日定当永泉相报 铁军 你叫铁军 对 在下铁军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来日定当永泉相报 谁要听你说这些废话 哪有说废话 我这是肺腑之言 铁军 带我一起走吧 我愿意跟着你 无论上山为匪也好 浪迹天涯也好 只要离开后文达 离开这种戴着面具 行尸走肉一般的日子 这一个女人干吗呀你 女人怎么了 我有手有脚 我可以帮助你们 洗衣服 做饭 为马 我还可以 给你当压寨夫人 不好吗 疼 不行 我得疼一会儿 我 我疼 别够演戏了 别够演戏了 哪有演戏 真疼啊 我要睡觉 你出去吧 干嘛 你 你嫌弃我 没有 真没有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你又不是截然一身 了无牵挂的人 整个风月楼那么多姑娘 还都吃你吃饭呢 那还不容易 我现在就跟姑娘们说 好 风月楼 我不干了 让他们各奔前程 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 了无牵挂的女人 我要跟我心爱的男人 一起去浪迹天涯 我心爱的男人 我心爱的男人 就是你 大嫂 我 我听文达跟我讲 说他做官这个事情 您不同意 是啊 我们贺家是生意人 文达放着东家不做 做官干什么 那我就不明白了 文达是东家 可是您好像也不用他呀 是啊 桂权 你想说什么 啊 我是想说 贺家上上下下都知道 您现在培养的是 宝琴跟羽农啊 好像账本都要交出去了吧 既然文达在家 没什么事情可做 不然您就让他当官吧 这当官还能照顾照顾 咱家的生意 护着咱们家的财产 啊 您见多识广 您不愧不懂吧 这可是造福咱们贺家后代的大事啊 没想到桂权天天出入风月楼和赌场 这眼界还挺宽阔 文达 您二叔是您搬来唯一的救兵吧 您这什么意思啊 二叔讲的没错啊 句句有道理 娘啊 如果您真的是为了贺家好 您就不应该反对我买官的事 好 你买官 要用银子 我当然是拿得出这笔钱了 可是你买官靠的是风月楼的那个女人 我对她不放心 这 楚楚是我的女人 怎么说也也跟着我 很多年了吧 是啊 您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我自然有我的理由啊 再久的情分 也抵不过钱财的诱惑 靠一个烟花女子讲情分守诚信 简直是太笑话了 我是怕你 把一大把银子丢出去 有去无回 竹篮打水一场空 你这都不是理由 是借口 理由也好 借口也罢 反正你买官这笔钱 我是不出的 如果你是铁了心认准了这条路 你自己去弄钱 反正你买了官 回本也快 阿裴啊 老夫人 扶我回房 是 你听听 你听听 这哪是一个娘说的话 就跟你不是她亲生的似的 她觉得不迟 我非要给她看看 你有什么好法子 到时候 你别怪我 要不这样吧 你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走 姑娘们离不开我 我离不开你 你离不开你的兄弟们 那我们就 大家一起 重新找个地方 重新开始 你怎么那么傻呀 为我 把你这半生的心血都丢了 值吗 我觉得值 因为我知道 你可以给我不一样的生活 楚姑 不好了不好了 那官府的人说 要进来检查 什么 他们一波人在前面查 一波人要被院子里 他可怎么办呢 是张补宽 对 润生也来了 润生 嗯 就凭他们姐的能抓得住吗 哎 你要干什么 你要硬碰硬 我不怕他们 你伤害美好呢 你这样太冒险了 会前功尽弃的 这 这可怎么办 我得把你藏起来 他这么一个大活人 你给他藏哪啊 快啊主播 他们一会儿就要进院子了 对呀 他来的时候穿的那衣服呢 这边是后院 没什么吧 就几间下人的房间 里边杂乱的事 也没人 我们只是封闭行事 你把门都打开 让我们看看这边 哎呀 这 阿阿 这是干什么 这 出锅 东家 您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这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 润生 公干啊 哦 你们几个 跟他去看看吧 是 走 走 请吧 东家 我是按您说的 我才告诉张大人 说风月楼有马匪 怎么 你也在这儿 哦 对 自从上次马匪进了咱家之后 我就非常担心 最近来风月楼时啊 常见到一些行踪可疑的人 你知道 这种风月场所鱼龙混杂 马匪最易出没 所以你叫他们盯紧一点啊 好好查一查 一定要给楚楚老板心里一个踏实 知道吗 对呀 对呀 好 我们做开门生意的 最怕马匪了 没什么可疑的 走吧 行 去别墅看看 是 走 那我也告辞了 日升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不快大哥们辛苦了 你带我去见张大人 我请你们喝一杯 好 哦 楚楚 我在房间等你回来 人生 快走吧 等等 东家 您这 怎么了 这衣服上 怎么破了个洞啊 我衣服破了那有什么 不是 您原来对穿衣服 不是最讲究了吗 磨破甲边 蘸点墨汁 您都得把衣服给扔了 至今天 吃怎么了 哦 川上 你当捕怪了啊 你现在连我都怀疑了是不是 我 就是 我不是啊 东家 我不是怀疑 我是关心您 最近马匪猖獗 我是担心您的安危啊 你担心你们东家安危 那就赶快去抓马匪啊 别在这啰哩啰嗦的 对 东家 要不 你跟我去见一下张大哥吧 见 见 见张不快 对啊 张大哥吩咐了 发现一切异常情况 都要向他禀报的 哎呀 有什么异常的 你 你总不能怀疑你们东家吧 东家 我也是秉公办事 张大哥说了 遇到任何情况 都要由他处理的 所以 哎呀 润生 你得变通一点 有些事情 你不许跟张大哥说 他哪里会知道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润生 走 咱们喝酒去 哎 宋老板 我现在在跟我们东家说话 请你回避一下 哎 任生 这可是我的风雨喽 哎 我回避什么 行了 别跟他说了 好 我就跟你去见见张成昌 哎 哎 东家 他 他一小孩 拿着鸡毛当令箭的 你理他干什么呀 没事 我心里有数 润生 走 走 报告张捕头 没有 报告张捕头 没有 好 回队吧 我发现贺东家的衣服上有个洞 哦 哦 贺东家 嗯 宋老板 贺东家 最近 马匪在蒲苑 活动比较猖獗 有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人 还真没有 哦 那好 那贺东家 不想解释解释 这是怎么回事吗 哎呀 贺东家就是穿了件破了的衣服 你们至于吗 弄得那么紧张 宋老板 还是问问清楚的好吗 万一有什么事 你们冯月楼 都 脱不了干系 我正大光明地做生意 能受什么牵连啊 张大人说话 可真够吓人的 宋老板 如果贺东家身上真有枪伤 而且衣服上也有枪毒 我就有理由怀疑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不同寻常的事 啊 张大人 记不说话 润生啊 你连贺东家的面子都不给啊 真是 多有责罪 润生他年少无知 您大人大量 多海涵 客气 对不起了啊 我明明看见他上次 你看什么看啊 张大人都说没事了 还没完没了了 你 润生 我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数啊 公务在身 多有得罪 告辞 张大人 你这就走啊 别呀 你看 你们到枫月楼来了 让我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 如果你们多来几次 那那些麻匪肯定闻风丧大 都再也不敢踏入枫月楼半步了 小楠 来了 快去招呼人 备下酒菜 招待张大人 不必了 不必了 公务在身 实在不好意思 告辞告辞啊 来 守队 张大人慢走啊 冬家 那我先走了 我刚才的样子 是不是非常令人自悟 这下好了 小儿她一定会更讨厌我 我知道 对样做是我不好 对不起 谁让你跟我道歉了 我又没怪你 若贵 要怪 只能怪我自己的命不好 我命中注定 没有母子相守的缘分 尽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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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